格林多前书 第十二章 弟兄们,这论神恩的事,我且愿你们明了。 你们记得,当你们还是外教人的时候,好像着了谜, 常被勾引到那些不会出生的偶像前。 为此,我告诉你们,没有一个受天主圣神感动的会说, 耶稣是可诅咒的,除非受圣神感动, 也没有一个能说,耶稣是主的。 神恩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圣神所赐, 职分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主所赐, 功效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天主, 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 圣神显示在每人身上虽不同, 但全是为人的好处。 这人从圣神蒙受了智慧的言语, 另一人却由同一圣神蒙受了知识的言语。 有人在同一圣神内蒙受了信心, 另有人在同一圣神内却蒙受了致病的奇恩。 有的能行奇迹,有的能说先知话, 有的能辨别神恩,有的能说各种语言, 有的能解释语言。 可是,这一切都是这唯一而同一的圣神所行的, 所以他的心愿各别分配与人。 就如身体只是一个, 却有许多肢体, 身体所有的肢体虽多, 仍是一个身体。 基督也是这样。 因为我们众人, 不论是犹太人, 或是希腊人, 或是维奴的, 或是自主的, 都因一个圣神受了洗, 成为一个身体, 又都为一个圣神所滋润。 原来身体不只有一个肢体, 而是有许多。 如果脚说, 我既然不是手, 便不属于身体, 它并不因此, 就不属于身体。 如果耳说, 我既然不是眼, 便不属于身体, 它并不因此, 就不属于身体。 若全身是眼, 哪里有听觉? 若全身是听觉, 哪里有嗅觉? 但如今, 天主却按自己的意思, 把肢体各个都安排在身体上了。 假使全都是一个肢体, 哪里还算身体呢? 但如今肢体虽多, 身体却是一个, 也不能对手说, 我不需要你, 同样, 头也不能对脚说, 我不需要你们。 不但如此, 而且那些似乎是身体上 比较软弱的肢体, 却更为重要。 并且那些我们以为是身体上 比较欠尊贵的肢体, 我们就越发加上尊贵的装饰。 我们不端雅的肢体, 就越发现了端雅。 至于我们端雅的肢体, 就无需装饰了。 天主这样配置了身体, 对那缺欠的赐以加倍的尊贵, 免得在身体内发生分裂, 凡使各肢体彼此互相关照。 若是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 若是一个肢体蒙受尊荣, 所有的肢体都一同欢乐。 你们便是基督的身体, 各自都是肢体。 天主在教会内所设立的, 第一是宗徒, 第二是先知, 第三是教师, 其次是行义能的, 再次是有治病其恩的, 救助人的, 治理人的, 说各种语言的。 众人岂能都做宗徒, 岂能都做先知, 岂能都做教师, 岂能都行义能, 岂能都有治病的其恩, 岂能都说各种语言, 岂能都解释语言。 你们该热切追求那更大的恩赐, 我现在把一条更高超的道路指给你们。